21.香港商報 內地股市風險的新常態 2015年7月13日 香港評論A02名加指點2 獻用7月9日與10日 在政府強烈互盤下 終於驅走了持續三個星期內地股市暴跌的陰影 上海綜合指數由低位3376點回升到3877點 得以選定 但是政府強烈介入市場 也讓整個內地股市的環境與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 也可易說 內地股市出現了新常態 股市的風險也發生了變化 風險進一步增加比喻 由於股市持續下跌三個星期 上海綜合指數最多下跌了35.1%以上 從5178點下跌到3376點 政府不得不動用全部的國家力量介入救市 與央行宣布向正金公司提供無限的流動性 放寬股市融資規則 要求勸商成立股市救市基金護盤 動用石保基金 匯金公司入市購買股票 允許銀行放寬股票抵押貸款 要求億百多家央企只能購買股票而不准賣出 鼓勵及要求常市公司以各種方式來穩定公司股票價格 嚴厲打擊股空行為及造謠言論 公安部門進駐中國證監會調查惡意股空 暫停新股發行等 但是 這些所有的救市政策或招數 不外乎要改變股市的供求關係 由股市暴跌時的股票供給過量傾斜及股票需求萎縮 轉為人為增加股市需求或市場的購買力 及以嚴厲的行政方式限制股市供給 並讓它突然萎縮甚至於消失 這是當前內地股市的常態 在這種情況下 股市的價格豈能不上漲 股市價格由暴跌轉向暴漲也是自然 這種人為改變股市的供求關係 短期內可穩定市場情緒 但是否能夠重拾市場信心 則要時間內檢驗 因為 這種以人為決定而不是真正市場決定的股市供求關係 其成交價基本上不是投資 投資者真實對的 投資者也無法從這種價格來評估股票的風險及回報 進入或推出股市完全取決於對政府政策取向的猜測 這必然會增加市場不確定性及降低投資者參與的慾望 尤其是承受三個星期股市暴跌恐慌煎熬的投資者更為如此 股市交易量也就會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萎縮 在人為導致的股市供求關係下 投資者無法根據其自身的知識及信息來對所有買賣的股票進行風險及收益評估 並根據評估來給出對的 只能猜測政府當前股市政策之走向及國家隊出手的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 投資者的決策不是根據市場機制運作 而更像賭場壓大壓小盲目下注 從而使得市場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增加 經歷了這一場股市暴漲暴跌風險教育的投資者 當意識到市場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增加時 會減弱進入股市的慾望 從而導致股市交易逐漸萎縮 股市的作用與功能也逐漸喪失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 股市的風險將進一步增加 風險偏好轉換環有 從政府年來的舊市策略來看 上海綜合指數在今年內的政策頂會在4500點左右 而政策底則在3500點左右 4500點是政府規定或勸雙雙以自營盤賣出的價位水平 也就事說 當上海綜合指數上漲到4500點時 早些時候被迫入市的券商就會賣出 形成股票價位頂部 而3500點是這幾天政府連翻出招救市的股指水平 只要股市指數到這個水平 就已未復F 撫出招救市 由於有了政府股票夠市的政策頂及政策底 那麼只要股票指數快要到這個政策底時 一般投資者就可能搶先入市購買 從而使得股市指數不到這個政策底前就回升 同樣 在股票指數快要到政策頂時 或沒有到政策頂時 一般投資者就會搶先賣出離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 股市指數的波幅會越來越窄 交易量越來越少 當前股市指數波幅逐漸收窄後 不僅會讓股市交易量減少或萎縮 也會讓股市的價格功能完全扭曲 一種價格機制扭曲或沒有價格波動的市場 不僅已經不成為市場 更令市場風險大增 在就是 經過這一輪股市暴漲和暴跌的風險教育 投資者的心態會有所轉變 風險偏好也有所轉換 目前,對多數投資者來說 如果手中還有融資高槓桿的股票 就會隨口入幼壽某 要隨時清除 不會有太多的貪婪讓他留下 至於已經清除融資高槓桿股票的投資者 即會聽平而形 拆走向及國家隊出手購買股票的傾向而舞動 並在國家隊出手之前搶先扣入 在國家隊離場之前搶先離場 投資者會由以往關注股市提財股票 轉向藍籌股和積優股 這時國家隊購買取向 股市過度炒作及賭博的風氣 有可能轉向股票價值取向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早些時候股值過高的小股票 及提財股面臨的風險可能會越來越高 儘管這些股票在股市暴跌時 紛紛停牌希望逃過一劫 但是只要復牌就面臨暴跌的巨大風險 最後 就是這次政府救市的廣道 深度和速度是絕無僅有 從向市場提供無限量的資金 直接購買上市公司股票 到改變監管規則 降低市場交易費用 要求常市公司大股東採取措施維護股價的穩定 要求常市公司大股東在多長的時間內不准賣出股票 停止新股上市等 但是這些政府干預行動不可能成為股市之常態 也不可能讓這種人為製造的股市供求關係一直這樣下去 如果要讓內地股市恢復正軌 政府的救市政策必然要退出市場 如果政府干預支手退出市場 善後稍微不妥 就容易造成股市的巨大震盪 從而使得股市的風險又大增 可以看到 經過這場經心動拍的震盪及調整 特別是面臨股市危機時政府支手強烈介入 內地股市的生態及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風險也與以往有很大不同 投資者要想再進入這個市場 就得了解這個市場的身上 替及股市的風險來自那因 否則將面臨盲人摸障的巨大危險 但是看到我們有了解的確嗎 你會有免費嗎